先前中共官方公布和民间统计落差非常大的基尼细数结果 表示细数再下降,贫富差距再缩小 引来舆论批评这个造假也做得太离谱了 近来陆续传出许多高官都持有巨额房地产的消息 显示中国大陆的权贵市场 已经让中国大陆贫富悬殊的情况越演越烈 而由于网路的人肉搜索实在太强大 也让不少中共官员倍感压力 据报道,陕西房解工艾艾是陕西榆林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 榆林市人大代表,在北京持有20多套房产 总价值近10亿元,消息一出再次引起网民的批评 奉刺的是,日前中共才首度发布过去十年的全国收入基尼细数 由于数字与民间的统计落差极大 连国内专家都说,同话都不敢这么写 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在微博上请教 贪官的账款算不算基尼细数 从报道看,贪官的账款越来越多了 现任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 基尼细数在下降,为什么有人非说它是假的呢? 好像中国基尼细数下降的消息,让一些人不高兴 中国不能变好些吗? 在人们都普遍的认识到和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基尼细数要下降的正好说明 不但是假的还是造假,是刻意的,人为的造假 在所有的经济数据和统计数据上都在造假 在此之前,西南财经大学调研报告提出 中国基尼细数已经达到0.61,超越贫富悬殊的级别 新唐人记者陈汉、肖宇采访报道